如果你被一个病焦少年爱上 你觉得是好是坏呢 这不 男主就被病焦给绑了 你是谁 要对我做什么 病焦说道 你的光芒太耀眼了 会让某个人注意到的 所以 只能把你给打了 这位病焦反派 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病包子 从小体弱多病 最后英年早逝后 灵魂穿到了天界一个兔子精身上 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 因为误实了天地中的萝卜 被天地惩罚 下放到三千世界执行任务 如果任务不成功 就要在小世界轮回一辈子 本以为扮演病焦反派 拆散主角CP是小诗一桩 但是树立品学兼优的优等生主角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男主角步步紧逼 搞得少年都有点猛逼了 谁才是病焦反派啊 且看少年如何被一步步吃干抹净 系统开始剧情 即将进入的世界是一本校园纯爱 谢云生和孟爵 同窗三载互相暗恋 最终修成正果 而你则是里面的病焦反派 喜欢孟爵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地阻止他们在一起 最后因为太过火 你的任务也就成功了 友情提示 这本书我们只知道剧情框架 具体细节需要宿主朽足 少年当然不负所望 将男主绑了 还要把人家给打了 男主怒道 你这是犯罪 啊 你可真是一个好人啊 我都把你打晕绑到这里了 还会在意这些吗 你喜欢谁 我帮你追 说到做到 呃 病焦一时竟有些无话可说 一把抓住男主的头发 废话少说吧 讨好睡一觉 醒来我就放了你 男主这个身高一米九 居然被一个软萌的少年给绑了 为了阻止男主与真爱见面 要把男主给杀了 一颗药丸就给喂了下去 然后灵七又有点担心 他不会有什么事吧 系统说道 不会的 只是一粒安眠剂而已 宿主 你刚才那个笑容非常棒 变态病焦 接下来继续努力 阻止谢云生和转校生孟绝出狱 任务完成 而少年内心却是欲哭无泪 要是有的选 他也不想当病焦啊 然而事实证明 他做病焦变态 也是很有前置的 这时突然传来求救的声音 都要把少年吓坏了 他怎么醒了 难道药效不管用吗 看着男主的状态 好像不太对劲 汗水从发丝上滴滴落下 挣扎中 绑着的绳子被睁开了 系统翻着包包 难道是要拿错了 看着药瓶子上的名字 顿时有点撕巴打了 谢云生一把将灵七给控制住了 扯下蒙住眼睛的布条 小兔子慌了 我告诉你 我可是变态 什么都做得出来 然而男主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这人是属狗的吗 说咬人就咬人 系统看情况不对 脚下一抹又跑了 宿主 你坚持住 这种情况 我要回去请示领导 既然系统靠不住 只能自救了 放开我 看我的铁头弓 这一下 谢云生正愣一瞬 未成年禁止入内 剩下的我就替大家看了 灵七这就叫偷鸡不成十八米啊 把自己给交代了 男孩因病去世 穿成天界的一只兔子 还以为可以翻身成仙 却因偷吃萝卜 被送往三千世界做任务 本以为扮演兵交反叛拆主角 CP是小PS 乃至第一天就陪了夫人又折兵 却不知在自己逃跑后 学霸那是一脸阴沉 势必要抓住他 灵七一到教室 就被班主任劈头盖脸的训斥 而谢云生也来了 但老师的态度 那是一个天壤之别 我知道你 肯定是身体不舒服才没来的 要不要再去医务室看看 灵七都要死化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不愧是学霸 连逃课 都有老师给找借口 老魔头说道 今天查了监控 下午一到四点你 根本没出去 你躲到哪个鸡脚嘎拉去了 我 我 谢云生不由地看向灵七 下午他居然也不在 是你吗 灵七尴尬的都要扣脚鸭子了 老魔头更加怒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肯定躲在学校后山抽烟去了 灵七灵光一闪 对对对 我当时就是去后山抽烟了 谢云生冷笑 呵 心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啊 气得老魔头 直接让灵七去器材室拿一些工具 无可奈何的灵七某 只能又回到了工具室 哎 真是的 我是不是和这器材室有什么孽缘啊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你之前来过这里 灵七顿时感觉不太妙 一回身看到了谢云生 你你你 怎么结巴了 说话很难吗 灵七连忙狡辩 我只是被你吓到了 你这人怎么走路没有声音呢 而内心发苦 他怎么来了 难道是因为我和老师的对话 引起他的怀疑了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穿越的第一个任务 就反被扑了 系统还是个不给力的 男主神志已然不清晰 然而谢云生根本不会放过他 时间过了三个小时 看着身旁已睡着的谢云生 他居然这么厉害 这时的系统也冒出来了 灵七一顿咆哮 你还知道回来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任务 牺牲有多大吗 系统也开始装可怜 殷殷殷殷 对不起吗宿主 领导说我能力不行 让我去培训了 少废话 好在他迷糊不清 不然我可受不了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糟了 原主的班主任可是个老魔头 翘刻这么久 不好交差呀 急忙逃离了工具间 而谢云生也醒了过来 脸色阴沉的可怕 别让我找到你 灵七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灵七有些尴尬 老师 我知道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逃课了 哼 平时上课走神就算了 现在还敢逃课 马上考试了 你回去把卷子抄三遍 这时办公室门被打开 谢云生进来了 两人的眼神相互交汇 云生啊 你今天下午怎么没来上课 还没等谢云生回答 老师把理由都给想好了 知道是你身体不舒服 都要实话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不愧是学霸 连逃课都有老师给找借口 还有没有天理了 这就是学霸与学渣的区别吧 就连旷课都有老师给找好了理由 而我们的灵七兔兔 便被老师给罚去工具间拿东西了 灵七内心发苦 自己是不是和这七才是有什么孽缘了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你之前来过这里 这把灵七吓得魂都飞了 你怎么走路没有声音啊 谢云生气声过来 我要是有声音 不就被你忽悠过去了吗 灵七别过头去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得去上体育课了 小样还敢跟我动 谢云生一把将灵七的双手钳制住 你是不是有病啊 谢云生凑到耳边说道 别装了 你早就暴露了 呃 这灵七那爪子了 系统 怎么该怎么办啊 系统这个不靠谱的说道 不行咱就装晕吧 灵七无语 装晕也不是个办法呀 书里也没这情节啊 万一剧情崩了怎么办 算了 只能靠自己了 于是他主动靠近谢云生 你知不知道 咱们这样很容易被误会吗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既然你长得这么帅 我也不介意来点什么样 谢云生没想到他居然会来这招 并没有反应 灵七内心也是慌的一批 那就别怪自己出大招了 结果手刚一动就被反压住 你可以不承认 但最好别被我抓到把柄 否则后果很严重 说完便直接离开了 灵七终于松了口气 而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一个男孩探出头来 灵七同学是吧 我是今天当转过来的孟爵 班主任叫我过来 跟你一起拿工具 好家伙 男主角兽也出现了 软萌少年 为了拆男主角的CP 本以为扮演冰娇反派很容易 谁知道 那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最后还差点被男主角给认出来 谢云生前脚刚走 男主角二号梦爵出现了 灵七内心赋肥 自己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刚走了一个主角公 又来了一个主角兽 而且他什么时候过来的 若是被他听到什么 自己的人设就崩了 书中的剧情 前妻自己可是很善良 最后才暴露自己冰娇的一面的 或许自己应该试探一下 于是灵七便问道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有听到什么吗 孟爵一脸疑惑 听到什么 这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灵七这才放下心来 打着哈哈说道 就是自己刚才在自言自语 怕被你听到 有点尴尬 于是两人一同回去 却不知此时的孟爵 正在身后盯着他 哼 灵七是吗 一边是蓄意勾打 一边是纯粮无补 了理不一的样子 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放学后 灵七去驿站取快递 包裹已经在驿站滞留了很久了 老大爷都想要收费了 看到快递灵七有点傻眼 这快递也太大了吧 园主这是买了什么 刚把快递打开 系统和灵七直接傻眼了 果然 园主还真是变态人设 这该不会是按照孟爵定制的娃娃吧 书里面园主可是喜欢过孟爵的 这可真是难办了 这时谢云生走了过来 看着地上的东西说道 你这是不打自招了 软蒙少年做了亏心事 差点被男主公发现 刚把弓虎弄走 谁能想到男主兽也出现了 而灵七不知道的是 孟爵居然也是个有秘密的人吗 放学后 灵七取快递 简直让一统一人傻眼了 园主这边太人设 真不是盖的呀 这时谢云生还走了过来 你这是不打自招了 灵七脸一红 我招什么了我 谢云生晃了晃手机 没关系 听说校园 BBS好久没有火爆的帖子 不如你当一回主角 灵七顿时炸毛 你敢 两人不遑多让地对峙起来 谢云生说道 我数十秒 告诉我真相 否则我送你上热门 嘴里还一直在倒数着数字 灵七那是破罐子破摔 我说 谢云生 这可是你逼我的 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了 于是他非常霸气地打开箱子 这个娃娃都是照着你一笔一复刻的 甲方爸爸 您看还满意吗 气氛顿时压却无声了 灵七想要射死当场 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 要是不满意 我们还能反场修改 谢云生的脸 已经黑得不能再黑 灵七竟然有些色色发抖 下一秒 他就被捂住了嘴 闭嘴 耸兔兔灵七不干了 叫我说话的是你 让我闭嘴的也是你 谢云生放开他 是不是你 你自己心里有数 不管你什么目的 我都不会放过你 灵七vs谢云生 灵七胜 喂 学霸 一马归一马 记得把照片删了 童子 我现在才终于明白 仁智剑则无敌是什么意思了 童子毫不吝啬地夸赞666 而他第二个任务刷新了 小兔子胆子是真大呀 竟然敢当众和男主君硬刚 童子还让他继续新任务 要在聚会上向孟爵抹黑谢云生 包括但不限于说谢云生坏话 找人假扮谢云生霸凌的对象等等 灵七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童子 你觉得谢云生会到场吗 书中他可是喜欢安静 不参与这种人多的场合的 既然这样就好办了 我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哈哈 当晚 灵七刚来到宴会舞厅 便看到了孟爵也在 因为孟爵的家境普通 时常出入这种高档场合做兼职 而他正在被一个鬼佬破口大骂 只因为他不小心踩到了他高档的皮鞋 还要老板扣掉他今天所赚的工资 灵七看不下去了 一个溜溜弹珠就弹到了鬼佬的脚边 一个不注意 鬼佬便一屁股摔倒在地 灵七出声地说道 这位先生 中国有一句古话 得饶人处且饶人 话音刚落便来到孟爵的身边 拉着他就跑 孟爵没想到 灵七会出现帮他 灵七很是贴心地安慰他 而孟爵并不在意 这种事情他见得太多了 灵七想了想也是 这种在学校也很常见 孟爵很是惊讶 你说的是 我们学校也有霸凌吗 灵七顺势凑到孟爵耳边 各种诋毁谢云生 什么他表面一套 背地一套 可会装了 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巴拉巴拉的 殊不知 谢云生也被他父亲带到了宴会厅 灵七的一系列操作 都被被不远处的谢云生 看得一清二楚 原本他是不喜欢参加宴会的 可是听说 今天灵七也会出席 当即改变了主意 谁知刚来就看到 他和一个男生举止亲密 顿时粗意打法 原来他心心念念 不惜一切 也要毁灭情敌的暗恋对象 就是那个男生吗 软猛小兔子 扮演冰胶反派CP 却因酒精过敏献出了原心 还被学霸现场抓包 当即被五花大绑压在卫生间 揪着兔子尾巴 叫来个红烧兔尾 灵七还在背后 说着谢云生的坏话 殊不知 一切都被谢云生看在眼里 对此事一无所知的灵七 第二个任务 也顺利完成了 兔子很是高兴地喝了几杯 而马后炮的童子才想起来 原主对红酒过敏 结果就是 灵七居然现出了原心 灵七吓得连忙躲进洗手间 谁知谢云生也追了过来 看到他这副毛茸茸的模样 整个人都猛住了 灵七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被做成麻辣土头 但是绝对想不到 之后发生的事 谢云生第一反应 就是灵七又想要玩什么幺蛾子 当即将隔间门反锁 尾巴是怎么回事 我 我这是变魔法懂吗 谢云生来的兴趣 突然冒出来的尾巴 有点意思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不承认 就可以对之前的事情 一笔勾销吗 伸手便摸上了灵七的兔耳朵 灵七休脑地撇过头 你给我松开 我偏步呢 这可是你欠我的 毛茸茸的兔尾巴 这手感简直舒服极了 没想到我的童笑声 竟然是只兔子 又被我抓到一个把柄 谢云生摸摸耳朵 摸摸尾巴 便让兔子开始全身颤抖 更是连话都说不出来 随着谢云生的动作 逼急了的兔子 还会咬人呢 一怒之下 便扑了上去 萌哒哒的兔兔 明明扮演的是一个冰胶变态 却被男主公给撸兔兔了 我们的灵七 就要面临铺节不保 灵七的兔子耳朵出现 悲催的还被谢云生发现 谢云生显然对这样的灵七 来的兴趣 对着他就是又抓耳朵 又捏尾巴 他兔子的耳朵和尾巴 那是和其敏感 因此灵七实在忍无可忍 直接咬上了谢云生 狠狠咬住了他的脖子 可谢云生非但不生气 反而还鼓励他在咬的十点劲 毕竟他还是第一次被兔子咬了 灵七可不想毁掉这里的世界观 连忙解释 我这是Cosplay 道具很是逼真 学霸这么聪明 还能不知道吗 其实内心都快崩了 他可不想校园填文变成魔幻文了 世界观可不能崩了 这是门外传来敲门声 里面的人掉坑里了 那赶紧的 等半天都快憋不住了 谢云生露出一抹坏笑 直接将灵七拉到隔间 挂上修理中的牌子 门外的人进来后直接怒了 什么鬼 三个厕所隔间两个修理中 他是再也不来这颗地方了 却不知隔间内 正在进行捆绑兔子事件 谢云生嘴角上扬 显然很是满意自己的杰作 只见我们的灵七正 反手绑住手腕 跪在马桶上 嘴里不停喊着 谢云生 你放开我 你要干什么 谢云生认真观察着 哭哭啼啼的小兔子 饶有兴致的视线 落在那摇晃的兔尾巴上 然后用力一抓兔子尾巴 道具还挺真实的嘛 不错呀 我最爱吃兔尾巴了 灵七被抓得脸红 差点当场去世 哭唧唧的他实在想不通 难道自己之前 做得还不够恶心吧 为什么非要缠着他 小兔子 偷拍谢云生还被发现了 这真的是兔入狼口啊 灵七为了第二个任务 能够不再出现意外 那是斗志满满 扔了谢云生的剧本 又是破坏他的自行车刹车 他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 偷拍他洗澡的照片 做成表情包 然后发布校园网 这时他正好听到同学议论 谢大学霸 是不是和咱班新来的孟爵有仇啊 谢大学霸的台词不见了 最后居然发现在孟爵的书桌里 而且今天对戏的时候 学霸骑自行车 还不小心撞了孟爵 灵七眼神一亮 好戏上眼了 不过怎么没人来这间大的浴室啊 灵七一边洗澡一边唱歌 真的好舒服啊 洗了好一回才发现 谢云生居然也在 正好他的任务也剩下最后一波 看着谢云生 他不由吞咽了下 然后拿出手机 咔嚓一声响起 灵七直接拢地了 自己竟然忘了关快门声 而谢云生显然也发现了他 灵七内心慌得一批 这下要完了 谢云生很是危险地靠近灵七 小兔子 偷拍别人 这是你的心爱好吗 灵七已经被眼前的画面冲击地说不出话 这身材真的太完美了 脸也帅得不像画 还有 这时谢云生已经凑到了灵七的眼前 为什么偷拍我 灵七将手机藏在身后 嘴特硬地说道 谁偷拍你了 不小心按了相机开关而已 还有 你走开 不然我叫人了 谢云生呲牙咧嘴地说道 你没发现这个浴室没有其他人吗 小兔子还想设计谢云生吃饼 实际却是他的一切举动 早被谢云生看穿了 灵七左右一看 这才发现异常 谢云生表示他不喜欢和别人一起洗澡 所以包下灵欲间 灵七赶紧解释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这里是你包的 我马上出去 谢云生嗤笑 这里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了 而且你先是扔我台词本 破坏刹车片 现在又来偷拍我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灵七心中一惊 所以你早就知道是我做的提前埋伏 谢云生心情很是愉悦 你看你做的那些事 表面是阻止我接近梦觉 实则错落百出 以你的智商 难道不知道那附近到处都是监控吗 你像是故意做这么一件会失败的事 对吗 真是不能瞎厉事啊 打脸来的也太快了 灵七有些无语 你想骂我蠢就直说 别说一些有的没的 谢云生见状想到了一件事 对了 你总自言自语说的那个书灵 是什么东西 这下一人一捅瞬间不淡定了 谢云生一看灵七这表情 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下次你想把彻底要倒 注意伎俩 难道是那个东西在威胁你 还是说你们本就是精怪作乱 这下一捅一人更惊恐了 完了要被他发现了 系统更是统生不保 宿主 你快想想办法 不然我实习期都过不了了 灵七眼神一狠 可恶 这个系统果然是只废柴 只能靠自己了 他故作高深地靠近谢云生 你都知道我是一只兔子精了 不难想象 还会发生超乎寻常的事吧 谢云生一脸深意 是吗 可是这样可爱又有趣的小兔子 我怎么能错过呢 小兔子的秘密都被男主看穿了 这可把一元一捅吓坏了 你到底在隐藏什么 灵七撇过头 该说的我都说了 头光暗沉 你可以闭嘴 但我有的是办法撬开 说完 他直接捏住灵七的脸颊 都说死鸭子嘴硬 兔子嘴硬 可不是什么好事 灵七被霍霍的泪水都流出来了 你是不是有病 谢云生抽回手 你不说 我也猜到了 是在完成什么任务吧 比如 用你拙劣的离间计 撮合我和孟爵 一人一同 嘴巴都快合不上了 不是吧 他这都猜到了 谢云生转过身 可惜我不是你世界的 NPC 不会如你所愿 灵七傻眼了 童子 你确定 这次的任务 不是地域级别的 漫画里其他宿主 有了金手指 都是可以吻赢的 系统也没想到会这样 不过宿主啊 现在不是纠结 这个时候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 灵七觉得 既然谢云生这里行不通 那就只能换个脚步 于是灵七早早地来到教室 他趁孟爵不在 偷偷溜到他的座位上 书里孟爵可是对谢云生 一见钟情 只要他借谢云生的名义 写一封情书给他 那他们的关系 就会如同坐火箭 就在他觉得大功告成时 孟爵出现在他身后 你在干嘛 灵七慌得一批 灵七 你在我抽屉里放了什么呀 灵七集中生智 赶紧拿出信封 其实就是谢云生 让我把这个给你 之前是我误会他了 谢大学霸 其实长得帅 成绩也好 感情上肯定是个中全 孟爵看完信后 脸上带着一丝羞涩 没想到他 居然对我这种心思 灵七 我现在就想回应他 你可以陪我去吗 灵七有点懵 我 我也去吗 小兔子见攻略 谢云生这条路行不通 转变策略 将主意打到了孟爵身上 一大早便来到教室 把自己模仿的情书 放到孟爵的书桌里 还让孟爵看到了 灵七集中生智 说是谢云生写给他的 孟爵看完信后 脸上带着一丝羞涩 没想到他 居然对我这种心思 灵七 我现在就想回应他 你可以陪我去吗 灵七有点懵 我 我也去吗 却不知孟爵早已看透一切 谢云生的情书是吗 自己模仿的不错 事情发展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谢云生坐在长椅上 正在看着书 两人找了过来 谢云生 你的信我看完了 你很优秀 也很好 但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灵七就是我喜欢的人 啥玩意 灵七下巴都 差点吓掉了 这是什么鬼 这发展不符合逻辑啊 这剧情要崩的不是一心半点啊 孟爵温柔地握住他的手 灵七 从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喜欢上你了 小兔子那是吓得脸色发白 全身发抖啊 大佬谢云生 就看着他俩表演 而孟爵仿佛没看到般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如果吓到你 我很抱歉 灵七的脸是又红又尴尬 谢云生那要吃了他的眼神 糟了 现在还是赶紧开溜为好 我 我有事先走了 孟爵不由仰起嘴角 跑得还挺快 真像只兔子 灵七蒙蔽啊 孟爵怎么突然跟他表白啊 到底是他们出问题了 还是自己有问题 问题可大可小 这声音直接把灵七吓了一跳 谢 谢云生 他什么时候跟上来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兔子居然被大佬胁迫了 女装的小兔子也太美了 这不 小兔子见谢云生游言不尽 只能将主意打到了孟爵身上 让小兔子想不到的是 居然被孟爵表白了 小兔子的下巴都要被吓掉了 直接撒鸭子 就跑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云生靠近灵七 我可以帮你 但前提是你有值得让我帮的地方 灵七憋屈啊 你想要什么 放学别走 很快你就知道了 小兔子那是忐忑不安的 等到放学 什么你让我扮演女装大佬 取代孟爵 和你一起表演话剧 谢云生一脸坏笑 没关系 我不勉强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灵七看了看身后的女装 内心那是一万头妈妈跑过 最后心一横 穿就穿 头可断 血可流 主线剧情不能崩 自己还指望着 他能复活自己呢 我去后台换衣服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只是这个裙子的绑带 让灵七犯了难 怎么还没好 小兔子顿时炸了毛 你怎么进来了 谢云生看着眼前的画面 眼神逐渐深沉 靠近灵七说道 需要我帮忙吗 没等小兔子回答 直接动手 话说 我很是好奇 你的兔子耳朵和尾巴 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灵七猛的侧头 盯着谢云生 不该问的就别问 谢云生择了一声 心里很是不爽 嘴硬 对着小兔子的尾巴 就是一抓 灵七那是一个惊恐啊 快拿出来疼 谢云生抽回手很是满意 不错 这回老实了 小兔子被大佬胁迫 为了不崩剧情 只能上女装 该说不说 换上女装的小兔子 简直美极了 大佬恨不得吃了她的兔子肉 灵七换好衣服站在舞台上 同学都夸赞她 很是美丽 光看这身打扮 灵七简直太适合这角色了 真的好像从通话里走出来的公主 灵七理了理自己的裙子 可是自己究竟该怎么演呢 于是她拿出剧本 开始认真研究 剧本大概意思就是 她要做拯救者 闻醒沉睡中的王子 灵七简直羞愤不已 这剧本到底是谁写的 没有办法 灵七只能按剧情排练话剧 这一次 她要做那个拯救者 与巫咒抗争 她到底能否拯救王子呢 灵七提着裙子 来到谢云生身边 亲爱的哈姆雷克 我来看你了 虽然只是错位 侧脸贴贴就好了 但是这也靠得太紧了吧 这时谢云生说话 你很紧张吗 这让灵七顿住了 本来不紧张 都变得紧张了 灵七 有人找你 这道声音让灵七 顿时感觉得救了 大家也休息一下吧 我也需要时间找找感觉 出了门 她常常呼了一口气 却没想到 找她的竟然是孟绝 孟绝有些委屈地看着她 听说我的角色被你取代了 虽然是反串 但你看起来很合适 就像和谢云生天生一对 怪不得我说完你就跑了 帮谢云生送情书 心里很难受吧 灵七赶紧解释 我没有 我不喜欢她 孟绝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 那你是讨厌我吗 灵七狂摇头 不讨厌 孟绝一听这话 一把抓住她的手 那这么说我还有机会啊 小兔子懵圈了 为什么俩主角都对她有意思啊 孟绝拉起小兔子的爪子说道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灵七想去死一死 太无语了 自己为什么要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啊 说够了没有 这道声音让两人齐齐回头 谢云生懒懒地靠在墙上 看着两人 灵七 大家都在等你 灵七整个兔一垮 哦 这就来了 而灵七却没看到 孟绝和谢云生之间的电视火花 孟绝很是讽刺地说道 学吧 他很有趣 不是吗 谢云生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可你没关系 这边话剧接着排练 但这次谢云生告诉他 我突然后悔了 除了表演话剧 你还要答应我其他需求 小兔子炸毛了 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 谁规定 我一定要说话算数 气得灵七想要嚼了他 那我们的交易到此为止 准备直接离开 谢云生一把抓住他 走什么 接着吃瓜群众一声哗然 王子和公主 他们也太敬业了吧 谢云生退一步道 行吧 这次可以先和孟绝吃顿饭之类的 下次嘛 小兔子内心一顿咆哮 可恶 这个精灵又浮黑的家伙 谢云生根本不喜欢孟绝 他摆明了 是打着交易的幌子戏弄自己 这样下去 主线还是会偏移 那么他就算完成系统 发布的任务也没用 他必须要想想办法 书中提到过 谢云生外冷内热 在福利院 就被孟绝身上的美好与善良打动 虽然这个剧情比较偏厚 但眼下的状况 不得不把他提前了 小兔子为了加快速度 只能将剧情提前了 书中提到过 谢云生外冷内热 在福利院就被孟绝身上的美好与善良打动 正好明天是周六 这就给他们发消息 约福利院见 谢云生看着柜子中衣服很不满意 清一水的灰色系 林伯 我的衣服是不是都过时 太死沉沉了 林伯有些不解 少爷以前不是夫人给你买什么 就穿什么 而且你不喜欢颜色太亮了 随即眼神一亮 少爷 你莫不是明天要去约会了 谢云生嘴里上扬 约会吗 才不是 只是有一只小兔子 想见我而已 如果学霸知道 兔兔不只是邀请了他 会怎么样呢 夜深了 孟绝也打完工回家 一开门 就是父母的争吵 一天就知道喝 天底下有你这么窝囊的男人吗 要不是你偷我钱 就进你初恋 我能混成这样 这个家 我也不想待了 说完就对着孟绝道 死兔崽子 别挡着我 而父亲刚离开 母亲怒火发到了孟绝的身上 几点了踩回来 随后便是一巴掌打了过来 跟你爹一个德行 蹬不上了台面的东西 孟绝眼神阴沉 狠狠地看了他母亲一眼 然后表情瞬间变化 妈妈 我知道错了 你别生气 四日 福利院 孟绝给一群小朋友 想着公主和王子的故事 外面车声低了一声 灵气转头 郑主来了 书里谢云生对孟绝春心懵动 正是始于福利院之狱 福利院那一小孩不停地哭 我的鞋子不见了 孟绝蹲了下来 安慰小朋友 小朋友你的鞋子呢 别着急 我去帮你再找一双鞋子好吗 小朋友眼睛瞬间变亮 谢谢哥哥 灵气看着这么温柔的孟绝 谢云生一定会被迷住的 大佬还以为小兔子要见自己 谁知道 他居然还约了别的男人 小兔子努力地撮合着两人 谢云生淡淡地看着他们 小兔子自我觉得 谢云生一定会被迷上的 然而谢云生然语气冷淡 你还约了孟绝 灵气猛啊 不应该啊 他的反应不对啊 但还是说道 是啊 人多热闹嘛 谢云生有些不屑 那你发消息说 很想见我 想起昨天的消息 灵气有点怂 那时谢云生问他 是不是很想见他 他回道 是吧 灵气将头侧 一边小声嘟囔着 你也没说 不能约别人来啊 这时 谢云生靠近他 你说什么 灵气赶紧说道 没什么 那啥 既然都来了 那就一起陪小朋友玩嘛 大力地夸赞着孟绝 你不知道孟绝同学 多么善良 多么有爱心 来之前 还给小朋友们 带了自己做的手工堂 他还会讲故事 比故事书写的都要好 孟绝看向灵气 这不算什么 我只是帮帮忙而已 谢云生似笑非笑 还真是道德模范啊 这时 一小女孩大叫 那不是小智吗 他上树去拿风筝了 三人这才发现 树上的小朋友 赶紧冲了过去 那小孩为了拿到风筝 也是拼了 还没拿到风筝 脚下一划挽了脚 从树上掉了下来 好在被孟绝接住 好险 幸好接住了 孟绝稍微严厉地说道 下次不可以上树了 太危险了知道吗 灵气看着这样的孟绝 怪不得他在树里 人气这么高 闪光点这么多 谢云生是瞎了眼 才看不上他 于是他转头 对谢云生说道 我这里走不开 要不你和孟绝 一起送小智去休息吧 小兔子太蠢了 学霸因为他 还约了其他男人吃醋了 他根本都不知道 学霸喜欢的人就是他 为了不崩剧情 小兔子也是拼了 先是让谢云生和孟绝 一起带小智去休息 然后又是拉着两人去鬼屋玩 老板来三张门票 老板有点猛 哪来的三个人 灵气回头这才发现 谢云生没有跟过来 连忙跑过去 学霸 你怎么不进来啊 谢云生脸色有些不自然 你们玩吧 我突然想起还有事 灵气有些巧暇地说道 学霸 你该不会是怕鬼吧 谢云生不干了 谁说我怕鬼了 既然学霸怕鬼 那我们进去吧 哼 去去鬼屋而已 我才不怕 灵气根本不信 嗯 你不怕 三人走进鬼屋 真别说 鬼屋的气氛 烘托得非常到位 谢云生冷汗 都下来了 灵气暗磋磋地搞事情 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 找到出口 这时有人碰了碰灵气 往回头 一张鬼脸就贴了过来 吓得灵气头发都炸毛了 有鬼啊 快跑 一把将两人推进房间 吓死宝宝了 不过总算给他们弄到一起了 书中提到 两人可是被恶作剧 关进了屋子 找不到出去的鬼 这期间 两人居然聊了起来 谢云生也终于知道 孟绝暗恋自己多年 他现在必须给两人制造机会 计划成功 虽然灵气很是害怕 但他总算完成了任务 就在他得意的时候 大门被谢云生一脚踹开了 灵气直接飞了出去 谢云生一脸不爽 很好玩是吗 真是一只呆兔子 根本不知道 大学霸是喜欢他的 他居然还在暗磋磋地 撮合他和孟绝在一起 正以为他的计划成功时 谢云生一脚丫子把门踹开 灵气干大地说道 那个谢同学 你怎么出来了 谢云生皱起眉 跟我过来 灵气现在心中只有两个字 完了 灵气被甩到墙上 然后就被谢学霸 壁咚在了墙壁上 学霸眼神凶横 所以你约我出来 只是为了撮合我和孟绝 小兔子觉得 学霸不是明知顾问吗 而且是你自己答应和我交易的 谢云生有意自嘲地说道 是 我早就知道了 可谁让我存了一丝侥幸吗 小兔子不明白 学霸这句话的意思 谢云生不再隐瞒 说出了让小兔子 惊掉下巴的话 比起孟绝那个虚伪的家伙 我对你更感兴趣呢 灵气立马捂住自己的屁定 你最好别感兴趣 铺子耳朵和尾巴是道具 以后不会有了 不可能让你撸 大学霸阴瑟瑟地说道 你什么都不懂 就你这样还想撮合别人 就在这时 孟绝的声音传来 灵气 谢同学 你们怎么了 灵气刚要开口说话 便被大学霸一下 给捂住了嘴巴 继续说道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一个人吗 我来教你 那就是会被他的气息所吸引 情不自禁 又因为他的邀约而不停准备 直到终于难以抑制情绪 修得灵气一把推开谢云生 呵 别装了 事到如今 难道你还不清楚我的想法吗 灵气 我想要的人一直都是你 学霸居然跟小兔子表白了 这可把灵气惊到了 他根本没想到 他对自己居然有想法 我们根本是不可能的 谢云生根本不管不顾 可是我不打算放过你了 毕竟是你先招惹我的吗 灵气继续为自己争取 如果你坚持认为我是只兔子 你就应该想到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而你和孟爵才是注定的一对 谢云生很是不谢 命 可是我从来不信命呢 这样吧 我给你三天考虑的时间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否则 这是砰的一生 房门被孟爵踹开 一份填膺的说道 你为什么要逼迫灵气 呵 你倒是光明正大的在偷听 孟爵一把拉过灵气 我们走 谢云生一把拦住孟爵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他 他是我的人 一把将灵气拉进怀里 而作为第三人 灵气只觉得他们都疯了 这把孟爵气坏了 你怎么能这样 灵气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气氛 停 都停下来 我自己走 这时两人全都看向了灵气 糟了 童子 你快出来 这该怎么办了 好不容易回到家 系统连忙跪地求饶 灵气气得都想拆了系统 现在知道错了 你早干嘛去了 每次一到关键时刻就消失 早知道就不该听你瞎忽悠 来完成什么任务 援助主线是 身为炮灰的 我不断拙劣地离间他们 却反而成为他们相爱路上的垫脚石 灵气简直不忍直视 现在好了 主线彻底崩坏了 真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系统 有时只会装死跑路 小兔子已经无语了 剧情崩的拉都拉不过来了 系统委屈巴巴地扒拉着灵气说道 就算我在 我也什么都做不了 只会给你碍眼 所以我也是功德益装啊 我就觉得主线崩坏 并不影响我们完成任务 当初不是说好 完成了五个发布的任务 就算通过了 现在你都已经完成三个了 灵气觉得 系统的话 也并不是全没道理 只是这个家伙向来不靠谱 能还能信他吗 这是电话铃声响起 是孟觉给他发来的短信 两人约在一间咖啡屋 这家咖啡的味道还不错 你尝尝 灵气没有任何怀疑地 喝起了奶咖 孟觉义愤填膺地说道 真没想到 谢云生居然会强迫你 灵气有些猛地 看着一脸不爽的孟觉 如果他欺负你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不会放过他的 灵气下意识地回了句谢谢 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孟觉清尝一口咖啡 灵气你知道吗 在看见你的第一眼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很合拍 很适合做朋友 闭脸真诚地看着他 所以有些话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 除了你 你说这个世界公平吗 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在阳光了 而有些人必须忍受黑暗 灵气很是疑惑 为什么他会这么问 总觉得他的表情有些不对 他本想回答 却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话都没说完人便晕过去了 再次醒来时 他竟然被人绑架了 一个穿黑衣服戴帽子的人出现 欢迎你 我的小兔子 在这个小世界过得还好吗 灵气睁眼便看到自己 被人绑架了 你是谁 眼前的黑衣人 他竟然知道自己的身份 黑衣人让他先别顾着惊讶 只有送他离开这个小世界 才能放了他 否则他只能用汽油 灵氏小兔子的身体 然后让火焰在你身上跳舞 你想尝尝这么滋味吗 灵气害怕极了 泪水巴达巴达地往下掉 你知道我的身份 却不知道 我只有完成任务才能离开这里 黑衣人沉默一瞬 随即提起油桶刷的 泼到了灵气身上 做不到吗 那你就想想办法呀 这么好看的脸蛋 如果复制一句 该是多么痛苦吗 是不是啊 灵气同学 而此刻的谢云生 不断地看着时间 一旁的同学说道 你是在找灵气同学吗 我们最后一节体育课 他跟老师请假 提前走了 谢云生一正 早就走了吗 可是接他的司机才刚到 找了他半天了 他能去哪里 灵气低下头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就算你一把火把我烧了 我也做不到啊 要不这样吧 等我完成任务 我再想想办法 你也不急这一时吧 黑衣人沉默了 灵气继续说道 你先放了我 绑着我也没用呀 等任务完成了 我肯定会尽力帮你 你打算怎么帮我 灵气也懵了 系统也没说过 怎么把人带到其他小世界 系统这次可能真是在线 他根本没有权限 带其他人出去 不 灵气也马爪子了 那只能靠边了 这是黑衣人靠近他 灵气 我比你想象中的更懂你 所以我要听真心话 小兔子被黑衣人绑架 刚要被红烧兔头 被及时赶来的谢云生救下 简直帅呆了 或许小脸蛋被火撩一遍 就能讲真话了 博鼠三声 灵气害怕极了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 一 话音一落 打火机便瞬间扔了出去 灵气大声喊道 真话就是你 不可能离开这个小世界啊 灵气马上就要被点燃 谢云生及时赶到 他用衣服将打火机甩到了一边 但火焰还是沿着地上的汽油燃了起来 谢云生紧紧将人护在怀里 灵气 别怕 我马上就你出去 然而谢云生的后背的衣服 已经燃了起来 他强忍着火灼烧的巨头 灵气哭喊着大叫 谢云生 不要救我了 你快跑吧 不然连你也跑不了 谢云生让他少废话 他迅速地解开绳子 拉起灵气就往外冲 你去前面等我 灵气猛地回头 谢云生 你要干什么 谢云生狠狠地说道 怎么可能轻易放跑那个家伙 说完 他再次转身跑进火场 出来 你以为你能跑掉吗 这时柱子后探出头来 趁谢云生不注意 直接将谢云生扑倒 啪啪啪 地圈圈朝着谢云生脸上砸 呵 逞强势吗 让你逞英雄 觉得自己很帅吗 蠢祸 谢云生一掌接住他 打来的拳头 狠力地抓住他的衣领 就是一个破肩帅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害灵气 黑人呵呵地笑了起来 很是癫狂地说道 你不懂 你根本不懂 像你们这种人 根本不会理解我的感受的 谢云生震惊了 孟绝怎么是你 然后孟绝早已癫狂 没错 是我 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我知道只有灵气可以 可惜他不愿意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要和我作对 谢云生霸气救人 为了给小兔子报仇 刚把灵气救出来 便又返回火场 没想到绑架灵气的人 居然是孟绝 此时孟绝整个人已经疯癫的不行 这下连你也出不去了 谢云生 可我一起葬在这里吧 说完 孟绝的指甲 狠狠地扣近谢云生的脖梗 用力一抓 趁机再次逃走 呵呵 再见了 谢云生 等到谢谢云生再次醒来的时候 第一眼便看到灵气 你终于醒了 谢云生刚要说什么 医生就插嘴说道 多亏了这位同学 及时把你从火场救出来 不然再晚一些 可就不好说了 谢云生看到灵气 所以你又跑回来找我了 灵气很是开心地说道 是啊 你救了我 难道不许我救你吗 不过你可真诚 背起来太费力了 还不忘了调侃一下谢云生 谢云生很是不自然地说道 是吗 回想当时的画面 灵气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在听到是灵气把他带到医院后 下次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真是让人不省心 灵气非非笑着说道 知道了 这时系统提醒新任务来了 跟踪孟绝 从孟绝家里 偷沾有他捍卫的衣服 灵气有些能 怎么最后两个任务是一起出来的 是不是我只要完成 就可以从小世界离开了 系统开心地说道 是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灵气心心念念的就是 完成任务离开小世界 可当他就快要成功时 他却没有预料中的轻松 气氛顿时变得安静 谢云生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灵气转头善善地笑了笑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 可以给我打电话 两人终于互通心意 却又要面临着分离 可能最后的两个任务完成 他们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吧 现在任务4已经完成了 只剩下去孟绝家里偷衣服了 此刻的灵气 已经来到了孟绝的家的楼下 从孟绝绑架他以后 他就报警了 也不知道警察有没有找到他 他实在搞不明白 孟绝不是主角吗 真善美怎么就黑化了呢 系统解释道 之前其他系统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可能是因为 对书中主角家庭背景的描写 太过粗糙了 要知道他们在小世界是活生生的人 一点小事就会引起蝴蝶效应 灵气走到孟绝家门口 门并未上锁 也好像没有人在家 翻掌着柜子里的衣服 想抓紧完成任务 一声灵气让他猛的回头了 灵气你终于来了 灵气看着孟绝椅子边上的衣服 看来自己必须先稳住他才行 孟绝不管你对我做什么 我的回答还是一样的 我没办法带你离开的 孟绝脸上带着病态的笑 是啊 可你为什么要让我听到呢 为什么要给我希望呢 灵气这才知道 原来是上次和谢云生的对话 他都听到了 我呀 真的很想离开这里 你知道十年如一日的 活在两个寄生虫的阴影下 祈祷老天给自己一点垂帘 是一件多么难受的事情吗 灵气反驳道 但这不是你伤害我和谢云生的理由啊 孟绝盯着灵气看 你知道吗 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 孟绝离开小世界的信念崩塌 准备击杀小兔子 导致小世界崩塌 两位主角居然全部不见了 小兔子与男主公深入交流过后 只要完成最后的任务 就可以离开了 灵气来到孟绝的家里各种翻找 身后居然传来了孟绝的声音 看着他身旁的衣服 只好先稳住他 孟绝 不管你对我做什么 我的回答还是那句话 我没办法带你离开的 呵呵 我以为我终于等来了就熟 可原来你不是啊 灵气沉默了 走到旁边捡起地上的衣服 灵气 你拿了想要的东西就走吧 只是这一次对不起了 我只想在阳光下活得更久一些 灵气虽然觉得孟绝的话很奇怪 但还是赶紧抱起衣服就走 系统 刚才他的话什么意思 为什么给他感觉甚得慌 见没动静 原来不靠谱的系统又不见了 这家伙 孟绝挺可怜的 但他不知道 孟绝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他本能的一回头 孟绝已经举着斧头朝他躺过来 灵气下的腿脚一软 捂住衣服蹲在地上 这时谢云生冲了过来 向他抱进怀里 而随着斧头的落下 谢云生不见了 连同孟绝也不见了 只剩下一把斧头 冰冷地掉在地上 滴滴滴 系统发出警告 该未面检测到未知病毒 小世界即将崩塌 未面主角谢云生神秘失踪 现全网通缉 小兔子刚穿越第二个世界 就吐入虎口 系统无眼 兮兮 你的第一个任务刷新了 你基于太夫的身体验 将其捆了回来 谁知太夫挣脱束缚逃离 已被狠狠击上一笔 反正已经下药了 你可以将计就计啊 小兔子总觉得 这个剧情怎么那么眼熟 所以自己这时又拿了一个变态的剧本 既然如此 那就将计就计 灵气露出一抹邪笑 太夫 这下你想跑也跑不了 太夫只觉得棘手 这太子从哪里学来的这种方法 他竟然无法睁开 灵气一切疗火做完 就等着强壮的太夫逃走了 结果他居然不动 怎么还不逃跑啊 谁知不但没逃 还让自己帮他 接着两人的情况立马反转 灵气压卖带了 你怎么不逃了 吓得灵气语无人刺 那个我可是太子 你竟敢对太子不敬 来人哪 有人谋害太子 堂堂太夫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之事 此刻灵气内心一万头是草动物跑过 自己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啊 还有没有天理啊 此刻被吃干魔镜的灵气 心里已经将主角在心里骂上千万遍 他试想不通 怎么又是这样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上个世界也是主角挣脱了绳子 他毫无还手之力 童子 你确定你的信息是对的 剧情没有什么问题吗 系统点头 当然 兮兮 你绑得太死了 他在清醒的情况下挣不开 灵气立马炸毛了 你这怪我咯 太子太笨了 连个绳子都绑不好 小兔子简直都要怀疑人生了 刚来第二个世界 居然又是一个并交剧本不说 又被男主给钱规则了 系统叹了口气 当然不怪你 不过任务紧急 我们要打起精神来 按照剧情线 马奴也应该进入府中了 这不说曹操 曹操就到 这边管家也来报告 探子回报 太傅已经将那个马奴带入府了 第二个任务也同时刷新 借故殴打马奴 马奴灵乔冒若攀安 又因高超的驯马术 受到太傅赏识 因此遭到太子嫉妒 灵妻站起身 心里那是一万个不愿意 自己刚给他下过药 就要去太傅府上 这不是突入虎口了吗 同时太傅府内 男主君实在想不通 太子从前只是娇横一些 如今却实在不逊 若非要效很快下去 也不知道要荒唐到什么时候 自己身为太子太傅 陛下唯以重任 自己必然不能让他失望 太子完心重 一定是被楼内的人带坏了 既然太子歪了 那他就把他掰正 这边管家端点心过来 大人 你怎么起来了 身上还有伤 需要小心养着 男主君表示不碍事 他想出去走走 管家很是担心 你大人 你可知是何人伤的你 今早你回来 不仅全身是伤 连嘴角都肿了 老夫从未见过此毒 简直是闻所未闻 太傅一瞬间无语了 此刻的马厩内 灵脚抚摸着一匹骏马 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 管家立马拍起马屁 大人 您的眼光真不错 这新来的马奴逊马术极强 若是将性子烈的踏雪交给他 想必也不错 可要把他叫到跟前 太傅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 为什么他会想到太子 小兔子刚来到第二个世界 就被男主持干抹镜 事后太傅还觉得 是自己没交好 堂堂太子居然歪了 那他就给他掰正了 当来到马厩 看到男主说的第一眼 居然下意识想到的 居然是小兔子 现在的他 和从前不太一样 勾得人心里痒痒的 太傅猛然回过神 不必把他叫到身边服侍了 此人衣冠不整 成何体统 让他穿好衣服 管家猛了 大人 这是怎么了 招着马奴进府时 可不是这态度啊 就在此时 灵七这个便宜太子 款款走来 太傅挑眉 殿下怎么来了 灵七随便编了个借口 太傅今日休息 本不该打扰 但今日看书有 看不懂的地方 想找太傅请教 太傅眼神冷意 殿下当真是来请教的 灵七心虚不已 嘴上还是硬的 当 当然 两人来到书房 太傅拿着戒指 啪的一声 太子就没有其他话对我说 灵七吓得瑟瑟发抖 有的 看来今天他是逃不过了 不如实话实说 于是心下一横 反正他也不能赶自己出去 很是干脆的匍匐跪下 太傅 我只是犯了男人 都会犯的错误 你宽宏大量就原谅我吧 太傅直接猛了 往前迈上一步 你当真知错 太傅嘴角微地扬起 抬起灵七的下巴说道 既然殿下知错 那就请殿下脱下衣服吧 小兔子猛了 脱 脱衣服 殿下是储君 一言九鼎 我本该信的 可惜你 起码我太多次了 小兔子还想争取一下 那你打手心 不就可以了吗 太傅居然动手打了小兔子 只因为小兔子不怀好意地勾打他 就被他打了屁股 还亲自上药 最后受折磨的 还是他自己 太傅视线往下 手心早就皮糙肉厚的不怕疼了 若是想让殿下长畸形 只能打别处了 灵七赶紧捂住自己的小屁屁 不行 不可以 本太子不允许 太傅很是欣慰 果然 太子还是知道廉耻的 他此前只是被人带坏了 太傅不再逗弄 转身说道 太子 坐吧 殿下是哪本书不懂 小兔子终于知道自己刚才是被耍了 但是不带这么吓唬人的 但是听太傅讲课 真的太太太无聊了 特别是圣人言客戟 处理为人 一大串知乎者也 巴拉巴拉的 灵七就觉得头好痛 他什么时候才能去做任务 他没冒了 于是他打断太傅说道 这些我在太学听过 你讲的这么仔细 是故意的吗 说完故意靠近 还是太傅想和我共度二人世界 太傅眉头一皱 太子这是死不回待 灵七靠在太傅胸膛 太傅 你在说什么 我就是累了 想贴贴 太傅的眼神冰冷下来 太子以为常宁是心软之人 说得到做不到 就在灵七猛蔽之时 就被太傅按住了手腕 灵七那是一个捉机啊 太傅 你想干什么 高冷太傅是要将小兔子 带回正部 结果自己反而更难受了 只见太傅手抓戒齿 狠狠朝他屁屁就打了下来 灵七整个人是又疼又羞 别打了 痛死了 不断地求饶 太傅哼了声 快起来 太子身为储君 这点痛都承受不住 灵七愤愤不平地说道 又不是你挨打 你当然不痛 我打你试试 太傅沉默了 难道真的打痛了 看着灵七摸着自己的小屁屁 太子四肢不勤 身骄体弱的 怕是真的 于是 在灵七还没反应过来时 太傅又按住了他 还直接扯开了他的裤子 小兔子疑惑 你怎么 太傅那是一个坦荡 我要确保太子殿下没有受伤 小兔子又不干了 自己只是比寻常人怕痛 过一会就好了 太傅的眼神微沉 屁屁果然是受伤了 我给你上药 灵七直接拒绝 我不要上药 太傅低下身说道 常宁从未有龌龊之心 倒是殿下 把我藏起来的时候 怎么不见半分矜持 这上药是真的疼 眼神都变了 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 太傅匆匆转身说道 要上好了 灵七都觉得他是人格分裂了 这么快就上好药了 但是太傅简直太过分了 屁屁疼的 只能趴着看书 太傅是魔鬼吗 眼神往窗外一瞥 看到了书中另外一个男主马奴 既然任务二是找他查 他正好送上门来了 小兔子瞒不讲理的欺负男主兽 这还了得 当场被男主公抓包 小兔子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找男主马奴的查 这不正好送上门来了 小兔子将玉佩 从窗户扔到马奴眼前 刚要弯腰将玉佩拾起 小兔子就立马探出头来 倒打一耙 好你个小贼 竟敢到本宫的玉佩 太傅府中 岂容你这种小贼 今日本宫就替太傅清理门户 扯开嗓子就一声大喊 来人哪 给我拿鞭子 吓得马奴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 太子殿下 小的没有偷您的玉佩 吃着玉佩掉到小的脚边 小的正要寻找施主 小兔子怎么可能 让到嘴的男主妃了 哼 莫要狡辩 看我一边 这时 听到动静的太傅 也赶了过来 给我助手 马奴眼神一瞄 是太傅来了 立马吸睛上身 一秒落泪 楚楚可怜地继续道歉 殿下身份尊贵 要打要寡小的 不敢违抗 但自幼家父就教导过小的 若是光明磊落 小的真的没有做过 这种龌龊之事 太傅浓眉促起 殿下 你的玉佩是 何是何地不见的 又是何是何地 出现在他的手中 小兔子也有点心虚 呃 想来他会些 三教九流的功夫 就刚刚玉佩一眨眼 就没了 太傅直接欺身过来 殿下 他断不敢进你的身 我却不知 我这府中一个 小小的马奴 竟然有隔空取物的本事呢 随即对马奴说道 起来吧 想来此事 只是太子误会了 多谢太傅 小兔子瞒不讲理的 欺负男主马奴 太傅劝阻 都不行 谁知反而是 自己出了阳相 小兔子 你这鞭子是认真的吗 然而让小兔子 想不到是 马奴居然是重生的 现在发生的事情 居然和自己 上辈子一模一样 这一事 他一定要晚一点 借助太傅的势力 恢复身份 太子越是嚣张 自己越弱小可怜 太傅就会越怜惜自己 小兔子见太傅 居然帮着马奴说话 瞬间不淡定了 太傅是不是太随意了 三言两语 就洗清他的罪责 哼 就算本宫误会他了 太傅也不应该 对底下仆人如此宽容 这一鞭子 他必须要受着 内心不断道歉 对不住了哥们 我要完成任务 原谅我 大手一挥 啪的一下 鞭子直接从手中拖出 哭到了马奴的脸上 此时的三人 顿时尴尬无比 小兔子犹如石化般 还在硬撑着 哼 本 本宫这一记 强有力的鞭法 可瞧见了 马奴不敢违背 殿下既然要打我 小的悉听尊便 太傅眼神不善地看着马奴 毫不留情地说道 你能驾驭烈性的踏雪 现在却如此鼻涕横流 趴着飞天遁地的一鞭子 马奴丝毫不慌 晓得见识短浅 平时见不到太子 这样的大人物 心里难免发出 太傅心富匪 太子虽然嚣张把握 但这马奴也忒胆小了 动不动就哭哭啼啼 娘们唧唧的 好了 你下去吧 小兔子无理取闹 打员叔男主马奴 最后 太傅居然没有帮他的官配 却觉得马奴只会哭哭啼啼 没有男子气概 太子屁啼 被我打成那样 也就嚎了两嗓子 太子性子难逊 但今日到底是在我的要求下 问完叔 想来 太子也是有进度的 若是他不喜欢你这个马奴 还是少在太子面前走步 好了 你下去吧 马奴简直想不通 上一世自己也是跪地求饶 太傅不仅狠狠训斥了太子 还亲自送我回去给我要 怎么这一世 太傅对自己这么冷漠 小兔子与童子说着悄悄话 我刚才也算打了他吧 任务是不是完成了 完成了 但是建议你 下次可以更凶一点 会更加符合你的变态人寿 音音音 小兔子泪牛满面 自己做过的变态是还少吗 瞬间天色乌鱼密布 大雨滂沱 太傅看时间也不早了 准备将小兔子送回去 小兔子刚应声 童子的声音便传了出来 希希不可以回去了 新任务来临 教训完马奴 大雨袭来 借此机会留宿太傅家里 小兔子好说歹说 总算成功地留在了太傅府 想着趁夜深雨大之际 完成与太傅共诉一床的任务 没想到透过门缝 看到他洗澡的香艳场面 谁能想到 这都大半夜三点了 太傅居然还在洗澡 小兔子忍住想要喷血的鼻子 小场面必须要淡定 静静等到带太傅安然入睡 然后小兔子便捏手捏脚地 潜入他的房间 悄悄地的撂开窗门 刚要爬到床上 太傅冷冷地的眼神就看了过来 太傅深夜造访 是觉得常宁打得不够狠吗 小兔子想方设法 成功留宿太傅府 他本想趁夜完成第二个任务 没想到透过门缝 看到太傅洗澡的场面 终于等到太傅睡下 悄悄地进屋太傅的房间 刚要爬到床上 太傅冰冷地眼神便射了过来 小兔子吓得花容失色 随即便楚楚可怜地表示 这大下雨天的 心里不舒服 自己便想找他来聊聊天 太傅一脸玩味地看着他 太子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越发见长了 小兔子打着哈哈说道 那个太傅说笑了 本宫今晚就在这里歇下吧 太傅直接拒绝 君臣有别 还请太子与常宁一步书房可好 然后小兔子就跟没听懂 太傅言语下的拒绝 直接钻进被窝 躺在了他身边 太傅 你这个床还挺舒服 我先睡了 太傅突然暴怒 翻身压在了他身上 太子 你如此离经叛道 可别怪本太傅不客气 小兔子见状 顺势抱住了他的脖子耍起来 你使出傻法子 也没用 我不走 我就是不走 看着小兔子赖着不走的样子 太傅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太子身为异国储君 起门一副孩童做派 小兔子开始撒娇 太傅 本宫什么都不做 只想在这睡罢了 太傅见状便陷入了沉思 自从那次把我灌醉 对我行不轨之事后 太子的行为便愈发荒唐 难不成那些小官对他荼毒之身 他已有龙羊癖好 身为他的太傅老师 自己有责任和义务 把他掰着 那太子想睡便睡 我去去就回 小兔子想不明白 大半夜不睡他又要干啥 小兔子只想要完成任务 和他供诉一夜 而太傅想的 却是把歪了的太子搬回正土 片刻后 太傅抱着一堆话卷过来 小兔子好奇打开一看 简直都要撕巴达了 居然是一堆公春土 太傅有些不自然地咳了一下 太子莫要误入歧途 正父相容 方能生万物 希望殿下能够重回正土 小兔子故作惊讶地说道 太傅 您这是何一 随即继而翻身而上 太傅 本宫就是喜欢男人 尤其是你 太傅这算是要把我掰直吗 算了吧 园主可是百分百喜欢男人的 太傅咬牙切齿看着小兔子 却被一口咬住了喉结 春宵苦短 太傅莫要浪费了 理智和道德 让太傅还在出声劝着 太子莫要模糊 正当太傅要失去理智时 一声声大喊传来 不好了啦 马就失火 那马奴为了救马受伤了 众人来到马就 刚下过雨的凌晨还是很冷的 马奴跪在地上不停地道歉 都怪自己没有及时转移踏雪 导致雷劈马就殃及了踏雪 泪水止不住地流 此事是天意 怪不到你身上 太傅很是温柔地地上手帕 起来吧 若是你真要领法 日后就好好照顾踏雪 多 多谢大人 而低着头的马奴嘴巴 却是微微勾起 果然 太傅还是被自己的苦肉计迷惑 上一世 自己火烧马就 烧伤了踏雪 太傅不仅没有责怪自己 还越发的器重 不过这一次 踏雪这小出生 比上次更严重 这袁书男主兽 还真是一朵毒莲花 居然把男主公 最喜欢的马儿烧伤了 还哭哭啼啼的 他最可怜 只为了能得到 男主公的疼惜 管家很是担心的 看着烧伤的踏雪 腿上的伤倒是还好 就是身上的伤 马奴这时 一把扑到踏雪的跟前 踏雪 都怪我把你害成这样 日后我定会 好好照料你的 那眼计是声泪俱下 踏雪整个马儿都不好了 眼睛心红 一马提子 就把身旁的马奴踹飞 众人顿时一阵无语 躺在地上的马奴 没想到踏雪会踢他 太傅出声道 他现在需要休息 带他下去吧 小兔子摸了摸踏雪 他很乖地蹭了蹭他的手心 回头看了眼 一旁的马奴 有点无语 这个主角兽是不是傻的 他跟一匹马 演什么穷摇剧 马又听不懂 他在说什么 马奴脸色有些不自然 还是太子的身份尊贵 能够挣威踏雪 内心简直抓狂 该死的 太子怎么会留宿太傅府 上一世根本没有这个剧情 太傅看着眼前的场景 陷入沉思 踏雪虽然性子烈 但那也是在赛马场上 平日里根本不会主动伤人 而且还是在这么重伤的情况下 但他方才为何如此凶猛地 踹下着马奴 小兔子出门 忘记穿鞋 光脚就出来了 动得小兔子不住地打喷嚏 太傅也发现了 有些不悦地说道 太子怎么没穿衣服就出来了 小兔子有些尴尬 那个 出来太极没注意 太傅是在关心我吗 小兔子这次的任务 可是留宿太傅府 爬他的床 哎呀呀 我的头好晕啊 快要晕倒了 身体顺势开始打晃 太傅眼急手快 一点扶住小兔子 太傅 我好困难 能不能带我回去休息 太傅直接拆穿 殿下还没有到走不动的地方 哼 不行 不能被他丢下 否则以他的警惕程度 再去他房间就难了 直接搂住太傅的脖子 开始撒娇卖萌 太傅 你这么不体恤本殿下吗 看着这样的小兔子 太傅脸色不自然的微红 殿下的命令 岂敢不从 直接将小兔子打横抱起 往回走 马奴健壮 赶紧出身挽留 但太傅一个眼神 都没留给他 回到房内的小兔子 怎么可能放过此次机会 太傅 这夜晚还长着呢 我们慢慢来 第二天 太傅简直要怀疑人生了 昨天怎么就没控制住自己 太子三言两语 就与他同他而眠了 而且太子的睡相实在难看 就跟一个小孩子似的 睡觉不老实 还总是说梦话 这一宿 自己根本没睡好 这时管家来报 大人 齐王府的拜天 过几日府内 要举办一场春茶宴 还有那马奴想见您 有话对您说 让他进来吧 太傅漫不经心地 看着眼前的人 马奴说道 大人 踏雪如今的伤势已经稳住 能够自如进食 大人不必担心 知道了 你做得很好 马奴很是有眼力见地告退 太傅出声说道 等等 大人可有吩咐 你的手给我看看 马奴想都没想 便失出手来 太傅脸色大变 你这班纸从何而来 马奴为了能够早点恢复身份 无意中让太傅看到 他手上的班纸 果然太傅脸色大变 你的班纸从何而来 马奴脸色很是紧张 归继寺的纪明道长说道 这是生母留给我的信物 五岁那年 纪明道长在人牙子手中救下我 就发现这班纸藏在身上 太傅的眉头紧锁 这枚御班纸 竟然和太子的一模一样 当年 太子和端妃之子 相隔几日出生 陛下便赐下 这两枚一模一样的御班纸 如今 一枚在太子身上 另一枚却随着 七皇子的失踪 而消失多年 难道这马奴 就是当年失踪的七皇子 端妃与七王妃素来交好 此次春茶宴 若是让端妃仔细辨认 不过 这么重要的是极不得 还要自己调查 这马奴的真伪 马奴见太傅 久久不出声 出门的马奴 却是一切尽在意料之中 以太傅的周全程度 并会调查自己的化妆真伪 可自己所言非虚 他查不出假的 这次的春茶宴 自己去定了 至于太子 这一世这个草包 可比上一世聪明多了 难道他也重生了 无论如何 自己必须加快计划 看着手中的蛊虫 自己已经将听话虫 放进太傅书房 届时 自己引动母虫 这听话虫 会对第一眼看到的人 言听计从 春茶宴当日 只要太傅第一眼看到的人 是我定会为我所用 小兔子一身武器装扮 只为了试探太傅 是不是弯的 很快春茶宴便到了 齐王府的后院 一个奇葩 被从外面扔了进来 小兔子随后也跳了进来 系统 书里说我母妃是 当今皇后 可端妃以及齐王妃一派 向来不合 于是 自己乔装成歌姬 潜入春茶宴 话语一顿 那个我是为的是什么来着 系统欠刺刺的说道 上次虽然爬床成功 但是太傅 对太子蓄意勾搭 有所心动 太子怀疑 太傅喜欢的是女人 于是你决定男扮女装 试探太傅的血向 这是任务四 小兔很是羞愤 你应该改名叫F文系统 怎么什么花样 都有 突然 一道最熏熏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啊 小 小美人 只见一名最汉 不怀好意的看着小兔子 这府中的歌姬 本大爷瞧着你是 其中一个最美的 这样 你陪本大爷喝几杯 你想要什么 本大爷都赏你 小兔子怒了 苛斥道 我虽是齐王府聘请的歌姬 但也是正经人家的姑娘 岂容你胡闹 这最汉一听是正经人家 更是来了兴致 本大爷最喜欢梁家妇女了 直接便朝着小兔子扑了过去 小兔子连忙躲开 真是造孽 哪里来的酒鬼 算了 当务之急 还是先找到太傅要紧 光当一下推开房门 可算是避开了 这恶心的酒鬼了 这齐王府也太绕了 这是哪里都不知道 看着帐内的身影 很是眼熟 居然是太傅 小兔子出声说道 这位公子 小女本是齐王府的一名歌姬 被歹人追逐至此 不小心迷路了 公子可否让我停留片刻 太傅的眼神空洞 看向小兔子 母都听你的 主人 小兔子整个人都懵了 太傅你在说什么呀 高冷太傅居然下跪给小兔子捏脚 还给小兔子学喵叫 一人一捅 下巴都要惊掉了 上集说道 小兔子身着女装扮成歌姬 只为了试探 太傅是直视弯的 还被醉酒大汉给调戏了 慌不择路的甩开大汉 随便进入一间厢房 便见到太傅正在此房中 而且居然还叫他主人 小兔子懵了 太傅这是认出自己 故意戏弄我吗 但是也不对呀 这也不像他那高冷的性格呀 先是探一下看看 小兔子在床榻旁摆出一个S身形 娇娇地说道 公子 罗家走路走的腿好酸啊 借你的床榻一用 太傅还是那副呆板的模样 主人 您请便 小兔子健壮 嘴角一挑 玉足一胎 如果公子能帮我揉揉脚就好了 太傅想都没想 直接单膝对壁 横起小兔子的兔脚 捏起来脚趾头 这一捏 小兔子舒服的天灵盖都要飞起了 根本没有想到 太傅居然真的这么做了 难道他中邪了 童子跳出来说道 有一说一 你这次的任务 就是假扮歌姬试探太傅的取向 这样不正合你 小兔子黑黑一笑 光试探 多没有意思 这人平日里一副正经的样子 也不知道他不正经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屈身靠近太傅说道 公子 我现在不累了 就是缺个助性的 你学个喵叫吧 太傅脑子一蒙 是什么猫 离猫叫吗 正当小兔子疑惑 太傅怎么不动了 太傅便手握成拳 开始喵喵地叫了起来 这一举动 可把一人一捅 下巴都要惊掉了 小兔子刚要和太傅降降降 受控制的太傅 居然在此时恢复了明智 太子你怎么在这里 上集说道 刚冷太傅居然叫小兔子为主人 给小兔子捏脚不说 还学起了猫叫 一人一捅 简直惊讶掉下巴 这好好的太傅 怎么就中邪了呢 这可真是太 还以为小兔子心痛吗 谁知道他居然兴奋地大叫 太有趣了 太傅还在地上打起了滚 小兔子摸了摸太傅的脑袋 哈哈 太傅你太可爱了 到底哪个人才让你中邪了 谁知道这时那醉酒大汉也找了过来 小美人 你躲到哪去了 大门打开 便发现了小兔子 原来你在这里 可让我好找啊 小兔子立马躲到太傅身后 一声令下 太傅你给我挠他 醉汉都蒙了 只见太傅就朝着他挠了过去 把醉汉给赶跑了 小兔子捏起太傅的下巴说道 好了 闹不会闹 太傅 我们该做正事了 凑到太傅耳边说道 太傅 你老实告诉我 你到底喜欢男人还是女人吗 主人说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 小兔子顺势将太傅推倒 我让你喜欢男人 你敢吗 太傅没有犹豫 直接回答 不当然敢 一把拉过小兔子手臂 顺势变轻了上去了 小兔子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奴这算是喜欢男人吗 正当小兔子要缴械投降的时候 太傅的眼神瞬间一变 太傅 你怎么在这里 完了 太傅真的生气了 恢复清明 发现小兔子居然玩弄自己 竟然让堂堂的太傅学猫叫 上集说道 小兔子趁着太傅被控制的时候 问他喜欢的是直的 还是弯的 小兔子直接被一把拉过 差点就要缴械投降的时候 太傅突然眼神一变 瞬间恢复了清明 太子你怎么在这里 小兔子有点尴尬 他不是中血了吗 难道恢复正常了 太傅扶了扶胀痛的脑袋 瞬间回忆起 小兔子戏弄他的画面 简直让太傅怒不可恶 你竟然让我学猫叫 还让我 吓得兔哥赶忙解释 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一把甩开小兔子 殿下 你属实是胡闹了 你身为储君 平日里不思进取就算了 还学会了这些 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此症状百明了 是骨毒损害 除了你 还有谁会对我下骨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常宁自当 向陛下请罪 眼神瞬间变得冰冷无比 不敢再为殿下之失 小兔子这下慌了 不 不是 太傅你听我说 我真的没有对你下骨 不管小兔子怎么解释 太傅都无动于衷地 走出了房间 这都是什么事啊 而躲在树后的马奴 看向房内发生的一切 又是太子破坏 我得计划 嘴角微勾 不怀好意地说道 既然如此 哥哥 那就别怪我提前送你上路了 太傅居然让小兔子选飞 他难道不怕到时候 追击火葬场吗 这边 太傅回到府内 管家便为太傅施针查看 大人 这骨毒烈性很强 效果绵长 应该是来自东玉 但是从东玉抵达京城 要经过一段危险之地 除了玉玛术极好的商队 才能快速通过 其他的商队 不可能有胆量以身涉险的 太傅也是若有所思地说道 玉玛术极好吗 这时下人通报太子殿下来了 太傅想也没用地说道不见 管家说道 大人 太子平日里 虽然顽固不灵 但对你下谷这种事 不像是他能做得出来的 且这下谷之人 若是没有五年以上的功力 是没有办法掌控这股虫的 小兔子怯懦地站在门口说道 太傅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没有给你下谷 太傅声明大意 想来也不会错怪我吧 再说了 我身为太子 岂会做这种独义之事 太傅偏过头 根本不看他 是我愉悦了 殿下是什么身份 自制想说什么就是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小兔子简直羞愤的 都要冒烟了 内心付费 太傅这阴阳怪气的功夫 真是一流啊 太傅随手拿起 诸案的书说道 今日常宁注目 殿下要是无事 就请回吧 哼 小兔子脾气也上来领 想赶我走 我偏不 直接扑倒在地 耍起了无赖 大人不相信我 我就不走 太傅顿时一夜 殿下当真想让我相信 小兔子听到太傅出声 立马泪汪汪抬起头地 看向太傅说道 当然了 我很真诚的 太傅也正色地说道 常宁也不是不同情达理之人 只需要殿下 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 选太子妃 太傅为了不让太子 惦记他的屁屁 直接让太子选太子妃 小兔子猛地回头 就看到如花般的女人们 吓得小兔子差点寒毛直竖 简直辣眼睛啊 太傅一把拍上 小兔子的肩膀说道 皇后娘娘一直希望 你身边有一个 知冷知热的人 好为大辽延绵子嗣 众嘉丽皆是出身名门 总有和殿下心意的 随后冷冷地说道 再说了 殿下想让我相信你 不会连这点小小的情书 都不答应吧 太子肖想我 定是被那小官带坏了 这般逼迫 也是为了让他迷途知返 小兔子看着这样的太傅 就知道 他是挖坑让他跳呢 难道是之前太过火了 惹毛他了 肯是担心 这样下去 不仅会影响后续的剧情 还会祸害无辜的妹子 毕竟我只是一个 早早下险的炮灰 这时突然有人来报 卑职刚从北域归来 北域战况有变 卑职有要事与你相伤 小兔子一看 他是原主的胡同狗友之一 镇北大将军之子温一瞧 一个整日游手好闲的草包 恐怕在北域 也是浑水摸鱼 有什么重要的事 跟我商量 不过这样 也正好有借口离开了 转身对太傅说道 既然是军机要事 务必记住 你答应我的请求 两人来到院外 说吧 你有什么事 温一瞧一把扑到小兔子身上 便想 我一回来 便听说 你被太傅抓去选妃 我就急匆匆过来 拯救你于水火之中 你从前就说过 不愿意选 不愿伤了南风那些小官的心 吓得小兔子 直接翘起完花指 这家伙果然不正经 可是太傅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多得尽一时 多不了一事 老婆居然背着老公去找小官 这还了得 太傅直接杀到风月场 一脸怒容地看着小兔子 太子屡叫不改 真是顽固不化 上集说道 太傅为了将小兔子掰直 直接让他选妃 正当小兔子欺虎南下的时候 他的好机友出现 将他救于水火 殿下 我有一计 接下来几日 殿下就拿走当借口吧 我会让太傅知难而退的 几日后 小兔子一直都没去太傅府 太傅正在练着书法 听着管家的汇报 太子和温公子 一大早就出了温府 怕是和前几日那样 太傅听着管家如此吞吞吐吐 就觉得不对劲 管家满头的冷汗 太子去了南风馆 找那些小鸡友去了 太傅手中毛笔 咔嚓一声被捏断 管家也觉得 太子竟然为了躲避选妃 想出这种想法 很是不妥 太傅转身大步往外走 管家连连问道 大人要去哪里 南风馆这边 小兔子和鸡友们喝酒吃菜 温一条很是得意 他的计策 对付太傅这种牢骨板非常有用 等时间久了 让他再去求求皇后娘娘 心一软 就会放弃 让他选妃了 小兔子很是忧心忡忡 万一他来南风馆抓他回去怎么办 温一条还让小兔子放心 认为太傅这种老骨板 那么洁身自好的人 绝对不会他去这种风雪场所的 化身刚落 外面一阵嘈杂 大人 这里有贵客 您不能擅闯 吓得小兔子与温一条猛的回头 就连太傅怒气忡忡的闯了进来 太子吕叫不改 真是顽固不化 小兔子居然背着太傅老公找机友 太傅怒气冲冲的 就过来抓人了 吓得小兔子都结巴了 我 我身为太子 我做什么 岂容你一个臣子放肆 太傅直接一把拉过小兔子的手腕 一旁的温一桥横眉竖眼说道 喂 谢长宁你这是怎么这样 太傅鸟都没鸟他 一脚鸭子 就将小兔子身旁的男人给踹开了 太傅根本就不惯着他们 温公子可是有话要说 温一桥哪敢反驳 被这么暴力的太傅震撼到了 太傅将人都收拾完就带小兔子离开 小兔子哪能顺着他的意 直接将太傅推开 你等一下 太傅阴沉沉地看着小兔子 太子身份尊贵 身为大辽储君 净踏足这种地方 可以服众 小兔子结巴地反驳 自己只是无意选妃 实在是太傅太强人所难了 太傅直接气身凑上钱 哦 只是这个原因吗 难道不是你和你的小机友 行头一合 小兔子想都不想地否定 当然不是 殿下当真不是 小兔子笑得比哭还难看 当真 比珍珠还真 我就算喜欢太傅 也不可能喜欢那机友的 既然如此 选妃仪式便暂时放下吧 殿下可知 今日是什么日子 小兔子有点懵 今日是秋为首日 殿下可不能再单短了 小兔子这才想起来 这几天为了躲开太傅 自己在南风馆醉生梦死 竟然把这事忘了 幸亏太傅提醒 如果错过了 皇帝必定会震怒 会有不堪设想 因为小兔子 屡次坏了马奴的好事 马奴准备动手了 小兔子 比太傅双双跌进悬崖 两人来到秋为的领梦山 原来太傅居然还是 文武双全的男人 温义乔却很是不屑 看到远处有之路 在林中穿梭 便提议和小兔子 去列着头路 小兔子想都没想 就驾马去追 太傅很是恼怒 温义乔就不适合靠谱的 他肯定保护不了小兔子 很是担心会出事 小兔子这一件就射中了 很是开心的回头 对温义乔炫耀 然而身后却是空无一人 这时身下的马儿 却突然发狂了 小兔子大惊 怎么回事 带着小兔子 就是一顿狂奔 追来的太傅 更是心惊不已 眼前就是悬崖 小兔子不得不选择跳马 太傅担心的连忙打了过来 殿下你没事吧 小兔子摔得很是凄惨 没事 刚才那马怎么失控了 幸亏自己直接 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否则就和那匹马一样 跌下悬崖事故无存 殿下 在马失控之前 可有什么异常吗 还没等小兔子回答 这时悬崖却断裂了 太傅大叫不好 殿下 快走 然而说什么也晚了 两人双双跌入悬崖 第二天 小兔子醒来揉了揉眼睛 他记得是和太傅坠崖了 这是哪里 一回头 就发现一旁昏迷的太傅 太傅你快醒醒了 一顿摇晃 太傅缓缓睁开眼 他要喝水 你等等 慌忙的就去找水 只得用叶子 碰着露水过来 将就一下吧 这附近没有水源 走吧 这林中并不安全 先找找出路 小兔子与太傅 双双跌入崖底 幸好两人都没什么大问题 小兔子回想之前 太傅问他 可有什么异常 我听到了一阵呼哨声 马就失控了 我还没来得及勒紧僵声 他就朝着悬崖狂奔 也不知怎么的 他就突然跳崖了 太傅心中一惊 呼哨声 突然失控 难道 突然太傅猛地咳嗽了起来 太傅 你怎么了 我的腿 被蛇咬了 看着太傅腿上的血迹 好端端的 怎么会被蛇咬 太傅脸色非常的不好 大概是昏迷时被咬的 小兔子指着前面的山洞 我们先去山洞歇一歇吧 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不闹 你怎么能脱短太傅的裤子 山洞里 传来太傅的震怒声 殿下 快住手 小兔子很是无辜 太傅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顾忌这些 蛇毒的毒性蔓延极快 等我找到草药 恐怕你已是毒入肺腑 太傅的脸羞红羞红的 使劲拽着衣服的下摆遮挡 殿下 君臣有别 小兔子也只是犹豫了一下 还是掰开了太傅的腿 毫不犹豫的 为他把蛇毒吸了出来 太傅还想挣扎 殿下 快停下来 小兔子擦了擦嘴角的毒血 太傅 你好点了吗 显然太傅根本不想说话的样子 小兔子挠了挠头 可还有不是 太傅头一天无事 好吧 那你先休息 我去弄点事的 顺便看看 搜救的人来了没 太傅的腿居然被蛇咬了 小兔子不顾太傅的意愿 便直接上嘴 就开始吸出毒血 这一下 就把太傅弄得脸色飞红 老脸都要丢光了 小兔子 看出他的不自在 便一路脸跑带颠地出了山洞 太傅见人远去 视线下一看向自己的腿 简直是荒唐 他堂堂太傅 居然落到这种境地 过了半晌 小兔子满头鸡毛 手里抓个山鸡就进来了 太傅很是感叹 殿下真的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从前那个不学无术的太子 岂会做这种事 小兔子做的那叫一个顺手 小野鸡就给烤上了 不过一只鸡咋就变成俩了 小兔子正聚精会神地烤着鸡 太傅出声说道 殿下的野外生存技能 倒是熟练 小兔子一个机灵 想都没想直接脱口而出 那是自然 我同小就跟我爸去山上 随即发觉不对 自己怎么把现实世界的事说出了 赶紧将话缘了回来 是 这是有一回去山上 温义乔教我的 他此前随军队出征 倒也学了不少野外技能 我觉得好奇 便让他教我了 然而精灵的太傅 怎么可能信他说的话 从小 我爸 这是什么意思 太子方才到底想隐瞒什么 两人安静地吃着烤鸡 夜晚来临 一阵狼叫让太傅顿时警戒了起来 小兔子说道 今天他抓山鸡的路上 刻意观察了一下 这里地形极为复杂 路上有不少巨型野兽的骸骨 夜里恐怕不安生 我去找一些遮挡物 把洞口的位置遮一遮 小兔子走出洞口 瞳孔瞬间收缩 面前一群野狼 朝着他走了过来 小兔子吓得瞬间压麦袋了 小兔子与太傅 难得二人世界 被一生生狼嚎给打断了 小兔子不放心 准备将洞口遮挡起来 谁知刚出洞口 就见到洞口早已经被狼群围堵了 吓得连连往后退 这时一双手扶住了他的肩膀 原来是太傅出来了 殿下你先回去 小兔子瞬间担忧不已 越是危机时刻 越是要冷静 野狼后退了几步 小兔子见状很是开心 太傅 他们畏惧火焰 我们可以在洞口 还没等小兔子的话说完 狼群便朝着他们扑了过来 小兔子的背部 被狼王狠狠一抓 扑倒在太傅的身上 受了重伤 还在强颜欢笑的安慰 太傅自己没事 身后的狼群 虎视眈眈的不断靠近 太傅见状让小兔子快走 他去对付狼群 小兔子想要证明自己 已经改变了 太傅说过 本宫身为太子 要起到表率的作用 回头看了看狼群 咬牙说道 若不战而逃 那本宫以后如何服众 太傅连忙劝阻 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你地位尊贵 将来要继承大统的 小兔子捡起地上的火把 很是坚毅的说道 若是我逃了 今夜你独自面对狼群 定是必死无疑 比起虚无缥缈的权力和皇位 我更不想看到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在我面前消失 他已经失去过一次 这次自己再也不会躲开了 眼神中的坚毅不言而喻 你们这群畜生 给我滚开 小兔子终于从灵当了一回一 只身一人单挑群狼 兔兔舍身相救 太傅难道还不动心吗 就在这时 狼王朝着小兔子就是猛扑 行贼先擒王 就是现在 手中的火把毫不留情地 朝着狼王的头打过去 疯磨了一般 对着狼王猛戳 群狼见到狼王被杀 也被吓得无叶着后退 太傅担忧不已 殿下 狼群已经撤退了 那狼可有咬你 你可有事 小兔子手中的动作顿住 缓缓地站起身来 一转头便看到小兔子满脸泪水 抽掖着 说他那么厉害 没有事 太傅有点方 没事就好 小兔子还在为自己找借口 不过是第一次胖揍野狼 有些排异反应罢了 实际他自己的腿肚子 都要躲抽筋了 太傅健壮有些好笑 真的没事吗 那你的双腿怎么在发动 小兔子惊吓过度 话都没说出来 便两眼一翻晕过去了 太傅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 叹了口气 殿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与从前不同啊 从前的你 断然不会以身涉险 冒死相救 有时候 陈甚至觉得不认识你了 你到底是谁 还是太子吗 若你不是太子 陈竟是觉得这样也不错 昏迷的小兔子刚睁开来 就猛地坐了起来 太傅 我去杀狼 一脑袋与太傅撞得脑瓜崩 双手五头 痛死了 太傅你怎么凑得那么近 刚才我以为是一头野狼吗 太傅很是不自然的一开视线 那个陈正在为你擦拭血迹 还有你后背的抓痕 我刚才采了一些草药 我帮你涂上吧 小兔子理了一下衣服说道 你等等 小兔子舍身相救战群狼 太傅可怜巴巴的 要为受伤的兔兔上药 这样的太傅 让小兔子如何招架得住 上级说道 太傅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太子 你到底是谁 从前的你不会舍身救任何人 如果你不是太子这样 又何尝不可 正准备为小兔子治疗伤口 却被小兔子拒绝 小兔子有点尴尬 想到刚才屁屁好像也被抓伤了 那自己岂不是要脱了衣服 让太傅帮他上药 虽然有过坦诚相见 但那是为了完成任务迫不得已 现在的情况 好像没必要这么做 拢了拢衣服说道 不麻烦太傅了 山洞深处 好像有个小水潭 我自己过去处理吧 说完连忙走开 太傅想不明白 他这是怎么了 不麻烦 殿下为了常宁受伤的 我为你上药是应该的 你等等 里面黑 话音刚落 就听扑通一声 小兔子掉进水潭溺水了 太傅连忙将人拉了出去 一顿心肺复苏 将人就醒 小兔子简直生无可恋了 太傅看着这样的太子有些好笑 殿下怎么毛手毛脚的 这事不靠谱的童子蹦了出来 希希 身不至于 你身体都被他看过多少遍了 你给我闭嘴 正当小兔子走神 太傅的手伸了过来 殿下的衣服湿了 脱下来烤干吧 小兔子身子一躲 别 不用了 我就蹲在火边烤吧 太傅的神色有些黯然 殿下为何现在逼我如蛇血 小兔子有点尴尬 太傅说笑了 我只是不太习惯 太傅栖身上前 若是别人说这种话 我就信了 但是殿下 你如果让常明相信呢 小兔子有点方了 这就是耍忙流子搞多了 我说自己纯洁 都没有人相信 都怪书领 太傅想要帮小兔子上药被拒绝 声音瞬间委屈的不行 是不是殿下嫌弃我了 小兔子简直目瞪口呆 挖个槽 太傅竟然也会委屈巴巴 你是不是嫌我身上有伤 手脚笨拙 否则 以你的性子 怎么会主动避开 罢了 许是年岁见长 殿下的性子也变了 啪哒 衣服落地 小兔子竟然脱了 太傅帮我吧 我没有嫌弃你 内心早已痛哭垂地 造孽啊 为了稳住我这二十组人设 我到底是脱了 太傅小心翼翼的 为小兔子上药 殿下忍着点 我很快就弄好了 一点点为小兔子的伤口上药 自己从未好好端向过她 她的身形 介于成熟与青涩之间 削薄消瘦 却有难以忽视的力量感 宽肩斩腰 那天 就是这双腿缠住了她 殿下 药上好了 常宁可让你舒服了 小兔子有些猛 太傅怎么凑得这么近 而且她的话怪怪的 像是自己为了完成任务 故意勾搭其他人会说的话 可太傅是什么人 她端正自尺 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 也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太傅只是关心她吧 太傅见小兔子走生了 殿下 你在想什么 小兔子赶紧打岔 没什么 时候不早了 太傅 你早些休息吧 我来守夜 小兔子慢慢地将衣服穿上 这些群狼从这里被驱赶 想比比起其他地方 这里法是安全的 太傅提醒道 殿下不必着急穿衣 背后的草药容易被蹭掉 小兔子根本不在意 我没事的